大家好,我是蕾蕾,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又有好消息了 关于农村养老金提高的问题,估计农民朋友们都特别的关注 而且之前专家教授都在为咱们农民朋友发声 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双林提到过 目前农村老人养老金发放很少,远不足,维持基本的生活 应该增加农民养老金的发放,让这一代农民体面的度过晚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重阳节前接受中央台采访时表示 在养老金方面,城乡的对比上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差不多是22倍 这样的短板短时间是很难补齐的,但是是可以缩小的 对于专家教授的发言,我们农民朋友是双手赞成 这波好消息马上就来了 10月27号,人社部透露16个省份提高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省级基础养老金超过去年 这意味着咱们农村人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养老金一定是上涨的 有朋友会问,为什么没有我们那里呢? 不要着急,因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是两三年才调整一次 时间点是由各省自己把握的,所以有不同步的现象 国家这些年高度重视咱们农民的养老问题 按照十四五规划钢要部署 未来的五年还将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标准 真希望这样的好消息越来越多农民朋友都能够体面的度过自己的晚年